首先准备两根比吊杆长的电源线 吊物把线穿进洞里往上穿 一般家庭红色的是火线 蓝色的是银线 把火线接到红色地方 把银线接到黑色的地方 锁铁 锁铁 遥控接收器有五根线 这根是信号线不用接电 这两根是输出电源线接电风扇 这两根是输入电源线接家庭电路 红色接输出电源线的火线 蓝色接输出电源线的零线 拧紧螺丝 拧紧螺丝 然后把这三条线 分别接入家庭电路的火线 零线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